一集一个精彩案例 看大家如何聪明做生意 欢迎收听 哇商业原来可以这样搞 欢迎来到哇商业原来可以这样搞 我是主持人商业周刊主编陈书荣 我是资深编辑欧阳一辰 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我们商业周刊的主柄 吴中杰 中杰好 大家好 今天要来请中杰来为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 其实非常的特别 我们讲的是一个盖庙的案例 盖庙 盖庙很搞刚吧 盖庙很搞刚 我们过去认知到的盖庙 其实都要跟木工啊跟水泥合作 对 但今天中杰要分享这个案例很奇妙 他其实只需要用水泥 只用水泥就可以盖庙 对而且只要花大概两到三周的时间吧 是吗 对大家传统中想象的盖庙 就是那种木工师傅一整个工班出去 然后一座庙搞不好盖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以上 一定是个大工程吗 对 但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家传说艺品 他很有趣的是说 他其实是一种乐高式的盖庙法 等一下什么叫乐高 对对对 什么意思啊 对就是 比如我们传统盖庙 你是不是可能要先去打地基 然后可能再盖梁柱 然后再一层一层做好 要雕龙画缝 对然后最后再做雕龙画缝等等 但这家公司呢 每一个部分的零组件 比如说屋顶屋檐 然后柱子 他都是先在他的工厂里面 用水泥来把它预灌好 等于说也许我已经有100种零组件 然后我最后才去客户 要真的放庙的那个地方 把它整个这样组合起来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 这跟传统的工法其实差距蛮大的 对啊 这样听起来真的像买一组乐高回家的概念 对这个传说艺品的董事长呢 林富准 他其实是一个今年已经83岁的阿公 他也是跟我们刚刚提到一般盖庙师傅一样 他是那种精雕细琢盖庙出身的 他原本就是一个师傅 对他们是一个盖庙世家 他跟他的爸妈还有他的兄弟 他们当年甚至有盖过那个 左营的莲池潭的龙虎塔 就是那个也是他们家 地标耶 对对对 那是他们家盖的 那之所以会投入这种乐高式盖庙 其实是从他的中年危机开始 因为他是他们兄弟当中唯一一个真的是传承盖庙技术 要去现场盖庙的那种师傅 然后他的兄弟可能是负责业务啊 对外的销售啊 客户关系维系等等 他负责生产就对了 对 那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发现 毕竟要盖庙其实很麻烦 是体力活 你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 他发现 我的兄弟还可以继续从事这个事业 好业务的可以继续拉拦 他年纪越来越大了 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少 对 然后他就发现他能做的事情越少 所以他想说 那我该怎么转型 所以一开始 他是先用这种水泥玉柱的功法 来做一些 比如说 庙宇常常见的那些装饰 就是像龙啊 凤啊 或者一些神仙的雕像等等 那一开始 等一下他用水泥去做 但原本其实都是木雕 对不对 对原本可能是木雕 或者是人要去 用手工去不管是彩绘啊 或者去雕琢出那个形状 但他等于先发明模具 然后那个模具刻好之后 等于你爱灌几次 你就灌几次 就像你冰块制模一样 大批次的去生产这些东西 可是后来他又再遇上第二次危机 就是大概在90年代那之后 两岸的交流开始恢复 然后结果中国开始有很多大量的 比较低价的这一类的这种 清销 对庙宇的工艺品 就开始清销到台湾 他发现 哇那我价格上就是竞争不过人家 那要怎么办 我就往一个更复杂 更难的模式来做 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挑战说 我不是只做一个单一 小单位小单位的零组件 而是我要开始用这个 原本的水泥预作法 来盖一整座庙 所以他本来只有做配件 但现在连主体都一起这样子 对等于他可能原本不是会做梁柱啊 不会来做墙 做屋檐 但他现在就是把这一整套都开始做 这听起来是个大工程 对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个蛮有规模的工厂 你们可以猜猜看 你觉得一个盖庙的工厂 他占地可能会有多大 我不知道 一间学校大小吧 一间学校太大了吧 太大了 不一定哦 因为其实他一间工厂在屏东 他可以有四座足球场 四座足球场 中山足球场 就现在花博公园 他就是一座足球场 那你就想象他有四座在那边 因为他必须要灌很多主体 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腹地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存货 对 那他要去巡逻的时候 可能要骑个摩托车 或高扶球车吧 对对对 应该还不至于 但他们里面其实真的就像一个流水线的工厂 就是比如说 这边 这一区可能是做屋檐 这一区做梁柱 这一区做墙面 很多东西可能很重很难运 所以是人在这个流水线 他是人动但是东西不动 对对对 领多可能只有最后已经要出厂的时候 他会用天车把它吊起来 我觉得听起来是蛮厉害的 然后他确实也可以加快了我们生产的效率 降低生产的成本 但问题就来了 就我不知道谁要跟他买 我们刚好提到说 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低价倾销 所以他要开始往上升级 另一部分是说 那时候确实也刚好有顾客上门来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 可是帮我比较快的交期帮我来盖庙 那他就听起来 其实这个是有需求跟有市场 所以这个族群可能会跟原本长得不一样 对因为大家想象 原本可能要精雕细琢的 匠人级的师傅来盖庙 他可能比较是那种 我真的是对信仰非常的虔诚 或者我是想要经营一个地方的 就说找他的人不虔诚 那也不是这么说 但可能找他的人会比较是功能导向 例如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工厂 它里面都会要有一座庙来安定人心 或者是常常你在路边会看到 就是那种很小一座 可能人都走不进去的土地公庙 这类的 或者甚至 地方类型的庙 对比如说像890年代以前那时候 台湾大家乐很盛情 或者是股市很红 以前要上万点那个时候 很多人就会想要仇神 我赚钱要仇神 或者像最近他们也说 因为过去一两年 台湾股市也非常热 所以确实也有人在股市赚了钱 就要来跟他订庙 所以现在上万五了 他生意就更好 我想应该是 其实你说这个我想到 因为我住板桥 之前板桥的果菜市场 好像就是跟他们买 他说跟他们买的好处是什么 是如果你原本要盖一个庙 你必须要把这块地都空下来 要打地基啊什么什么 这块地可能要好久 空个好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 对但是他订单来 他庙放了 放完就走了 所以对这些他们来说 因为市场固定周一休市 他们就是周一进来安坐 坐完就走 对小他们来说 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原本三十天的工作天 可能缩短在一个周末内 他就可以把它搞定 对 而且他的庙 甚至因为这样 他还可以输出海外 就是他人不用去到现场 一定要盖庙 但他的庙可以卖到哈尔滨 可以卖到东南亚 很多台商都会特地跟他订庙 因为也许东南亚或中国当地找的工匠 盖出来的庙可能不会有台湾味 但他想要台湾味的庙 对要怎么办 就是请这个传说艺品从台湾输出过去 这样 原本过去我们想象的这个盖庙的族群 可能是一群信仰的民众 就有前程信仰的民众 他们捐钱奉献 然后我们集资盖一座非常精致的大庙 当个艺术品的概念 但这种功能型的小庙 他会不会有就是信仰变质的问题 变成素食的概念 对 这个其实我们确实在采访跟报道的过程中 我们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正反辩证 其实就像你会去便利商店买预饭团 但这不代表你就不会去吃一颗一两千的那种板前的寿司师傅 亲手现场捏给你吃的这种比较精致的寿司 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需求 对 所以其实可以反过来想是说 会不会没有了他反而信仰更难传承 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 很多人其实他有盖庙的需求 可是如果当年以前就都只有精致的庙 那很多庙其实是盖不成的 所以他其实是提供一个新的供给给这些有需求的人 就其实隐藏的需求或隐藏的市场 但因为他新的生产模式 所以就可以被满足 可以被满足 对 然后刚刚欧阳讲到一个蛮妙的点 你注意到那个果菜市场里面 妙是长这个样子的 终结说传说艺品的那个工厂在哪里 他在屏东 在屏东要运到板桥 他特上高速工历 这怎么运 对其实这个就是传说艺品这家公司 他厉害的竞争力之一 平常我们就是房子地震来的时候 你摇个几秒 你就想说我家墙壁会不会裂人 那他一路上要运 搞不好有时候是七个小时八个小时 甚至十多个小时 那个不就整个要垮了吗 所以其实他们有用了很多方法 一是说他的整个运送过程的那个拖车跟拖板 都是要定制的 他们请的是专门配合的那种 很利机型的货运公司 那个货运公司他以前 什么叫利机型 就专门只做这个市场的意思 对就是他的市场是很独特 有特别竞争力的这种公司 他们请的货运公司是 以前会去调那个高铁的车头的这种公司 真的是特殊 然后他甚至光是为了要运庙 他自己得花两三百万 去订一个特制的拖板 来运这个庙 因为可能才够大 然后够稳 不会一路上一直晃 还没到目的地 他整个庙就垮了 然后甚至他还要有很强的经验传承 这个经验传承的意思是说 车是没有办法上高速公路的 所以他都只能绕省道线道 比如说他今天在屏东要出货 假设我今天是要盖在 领口的郊区好了 那他变成他可能是出车 真正要运到目的地前几天 他就必须要先去探勘一次路线 会不会哪里有树枝垂下来 或者哪里有电线杆 遮蔽物就对挡到 对万一我这个庙运上去 等下把电线杆勾倒了 怎么办之类的 所以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先彩排 对他要彩排跟场刊一次 然后要很精确的去计算那个时程 跟路线的规划 然后甚至可能也要早一天去看那个现场 附近比如说车得停在哪里才可以停 要停多远 有没有办法让他停更近 很多小细节 七到八个小时的车程 从屏东运到板桥 对 我不想那个板桥的庙如果坏了 对啊 这有保修吗 这有保护吗 坏了应该是他们事后还是可以再去帮忙 补墙补修 其实这家公司很特别 有时候你如果去走神道线道 你可能会发现 路边有些地方 他好像就会摆一些神像 或是摆一些 好像小庙宇在那边 对对对 庙宇是还没有神明进驻 还没有香火的 对 那个其实是传说艺品的仓库 什么意思 等一下 什么意思 是他的路边仓库间展示间 那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像 类似预售屋的概念 对要有展示中心 对对对 样品屋 对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从他们一开始的经验发现 因为他们运庙嘛 然后就常常有时候车子要停在路边休息啊 然后就发现很多民众就好奇过来看 对一定会去看啊 对这已经有一间庙 有一座庙在拖车上停在旁边 太奇怪了 他们就发现 其实这个是会引起好奇 大家是会有兴趣 而且事后是可以真的招来订单的 所以他们就干脆用这种 反正我也需要地方来放我这些预盖好的庙 那他又可以达到一种行销展示的效果 所以他的行销策略很特别 他是走陆军的方式去做行销 对 但其实不止陆军 他现在已经是三代通堂 他很多第三代的孙子孙女也都已经进公司 有第三代原本是在银行上班的 那他回来之后 他就帮家里 接财务 对建立财务 完整的财务金融系统 也有一个孙女 他原本是在国外念行销的 然后在他回家之后 他就导入这种网路行销的概念 比如说 他就想说 我这个通常盖庙毕竟可能比较吸引的 还是中年族群嘛 他才 信仰可能比较虔诚一点 或是他有财力来 也比较有钱可以买 对对对 那他就会在网路上脸书去投广告 然后去打这些中年族群 那他们也有自己的网站 然后可以在网站上 接那种询问订单 所以我在 我现在在Google上面打盖庙 就会出现他们 我就可以网购下订单 对 我在网路下单买庙 可以在上面填那种询价单 哇塞 这还蛮酷的 对 然后他一座庙最便宜 大概通常可能就是两三百万左右这样 所以他有一天 也许会出现在虾皮 搞不好啊 东森购物都可以卖 东森购物 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 他的竞争力的建立跟差异 就从 他生产的方式 到他运输的方式 到他行销的方式 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吗 对 而且其实他还有一些很细致 比较独门的技术 比如说 像 庙宇 他用乐高师弄好了吗 那都是水泥 要怎么结在一起 又不可能钉钉子 对 因为乐高 乐高是有一个凸的 一个凹的 这样子结起来 对 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 很细致的这种 卡榫设计的 know how在里面 这个也是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 我们有去问那种 盖大庙的同行 就是说 到底他难在哪里 你为什么不学 为什么不做 他们就说 其实像这个技术 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觉得 他们如果要在这样 贸然跳进去 其实不一定可以 模仿的好 他的晚辈 有一起进来 那这些晚辈 会不会有带一些 新的技术进来 有 确实他有孙子 他现在就开始 用3D建模 跟3D列印的方式 3D列印 3D列印什么东西 比如说做神像 通常你说 你想要一个 磁眉扇目的观音 可是你的磁眉扇目 跟我的磁眉扇目 定义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 那个眉毛到底 是要吹到几肚角 才叫施眉 对 然后嘴巴微笑 要上扬几肚角 所以他就干脆先用 3D建模的方式 来让客户可以先想好 对 我们就先彼此对焦 比较好沟通 不会说 结果都做出来 然后结果 就我demo先做出来 给你看了 然后你可以先确认 对 让彼此的期待可以一致 所以他其实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选择与时俱进 他选择跟科技工具结合 所以才可以服务到 不同的客群 对 其实就很像 也许原本我们都以为 A产业就只能用 A方法来做 可是其实他是告诉你说 原来A产业 只要你换个思维 其实用B方法 为什么不可能呢 他搞不好 反而开创的是 另一个新的市场 今天谢谢中杰来 帮我们分享这个案例 如果现在你所处的产业 也面临一样传统凋零 老化的窘境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处 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与建议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加分享 以及 订阅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订阅我们的Podcast 商周吧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